有请节目主持人 赵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在一起了 再和你们合下去了 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还是分手吧 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刘二十七岁 同样来自吉林 宠物美容室 来 有请 有请小刘 欢迎两位 你女朋友 对 我女朋友 大你三岁 大我三岁 是说平常她的妆都是你给化吗 对 我已经给她化四年了 真的假的 是的 你这上面个体你的职业是化妆师吗 不是 我自己开了个棋牌室 棋牌室 你那会儿是想做化妆师的是吧 那会儿也 他就是喜欢化妆 根本就不是想做什么化妆师 就是喜欢 对 你就让她化了 那是我喜欢吗 你自己也不显现的吗 我每次不都是 这开始的时候是你想给我化妆 又不是我主动找你给我化妆 我什么时候想跟你化妆了 是不是你天天逼我给你化妆 你不是说我这儿化的不好 那儿化妆吗 10点出门你9点就让我给你化妆 我11点化不完 你就得12点走 对不对 那我化不完妆 我怎么出门啊 我不能化一半 我那半蹦蹦啊 你是不是女的 我是不是女的 你不知道吗 你是女的自己不会化吗 不光是化妆 成天说我闲太矮 穿15厘米高个鞋出去 我爱过多少回来 你自己不知道吗 那他说我 他说我啊 中老年的长相 配个未成年的个头 我什么时候说你中老年的长相 配个未成年的个头 不是说你 总说我啊 这儿长得不好 那儿长得不好 个儿又矮了 为了给你出门 我穿个高跟鞋出去 还怎么的 我还说咋不崴死你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话啊 但是我上班的时候 我也不这么穿呢 你上班不这么穿 你咋穿 我是做宠物美容的嘛 然后我上班的时候 就是都是穿平点鞋 你可别提你那宠物美容啦 客人把那狗 寄养在他那嘎嘎嘎嘎嘎嘎嘎 你说你就搞店里边 你往家整那玩干啥呀 那不是我不在家嘛 我要回娘家 我就放他家放两天 结果把狗给我整丢了 你们问他是怎么丢的 我是故意整丢的吗 你也不知道那狗是啥样吗 我两天没在家 你两天不在家 我有自己的活吗 我也要干吗 我两天不回家 你就两天不回家 那狗没饿死都是奇迹 倒怪不得丢了 你还说那狗饿死 你拉里满屋都是谁手是啊 那屋一进去 都感受农村的猪圈那味儿了 能待人吗 那我不得开门亮风吗 我知道那狗 他从门就能跑了吧 我又不是那狗 那狗是长腿的 长腿的 他没长思想 你还没长思想吗 他没脑袋 你还没有脑子吗 那狗都坐得上身体打 东西不都要 那狗给巴打了吗 那狗碗瓢陪啥的呀 你要是喂他点吃 你以为那狗 没有把小老鼠上登台呢 我不是给他故意拯救的 那拯救了就赔他钱吧 钱不也赔了吗 能咋的呀 那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我赔你两千多块钱 够我帮 够我做这半个月了 你赔没赔钱 赔没赔钱 赔了人家不信他 赔了你还说那些干啥呀 都说那啥 都说我工作 我工作再怎么不好 我也没有夜夜不回家的时候 你现在呢 我天天不回家了 你回家吗 我回家你知道吗 你睡着人家 糊糊打糊了哈喇喇 调那么长 天天回去的时候 都是后半夜了 有的时候 还喝了点酒回去 我愿意喝酒嘛 我是做棋牌室的 天天有人给我那块娃 喝完酒回去 我给人家喝完酒回去 躺我家狗窝 躺我家那个狗窝那个 跟狗睡 那我不是喝多了吗 你睡着那个 糊糊的 踹都踹不起啊 我咋睡 那狗窝比床上都老了 这么一听啊 你们俩生活的 确实还挺有情趣的 是吧 就生活了也不会真急 对吧 我看他说你 你还挺高兴的 他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挺能陪着我的 现在 现在就是没有时间陪我 就是以前吧 回家的时候 走着走去暗温暖的 现在 谁没时间陪你啊 我天天不得我 你要不要说话了 嘴碎的 就是回家的时候 基本上看不着的人 我不得干活嘛 我不干活哪来的钱呢 吃茶喝茶吃空气啊 你说吧 他以前 就你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嘴就这么快吗 这么厉害 不对 刚开始不这样 后来怎么就变成这样 跟谁学的呢 后来是因为他上班的时候 在那个就是棋盘室里嘛 他有那些就是那种 那个角色扮演 然后就是练 越来越黑 棋盘室怎么还有 就我为了我那棋盘室 天天都有竞争嘛 我那跟起来 基本上都是棋盘室 天天都竞争嘛 我为了让我自己的店 有点特色招客人嘛 我就演这个演那个的 穿他们的衣服 然后模仿他们 就来个人 模仿小晨阳穿人的衣服 天天走到蹦打的 你模仿一个给我们看 回家还蹦着呢 模仿一个吧 不想模仿小晨阳 那你模仿个其他人 模仿个宋小宝吧 就模仿那个雨露君瞻那段 雨露君瞻那段 雨露君瞻那段 对对对 来啊 自打我进攻以来呀 就足得皇上恩宠 我就劝皇上啊 一定要雨露君瞻 哈哈哈 哎呀 你们这个台上看着笑 其实你细想一下 也挺心酸的 当然了 我一个老爷们 拍棋拍史的 他为了揽生意 他得这么学 你看 是吧 哦 你心里委屈哈 要问问你 你们相处也五年了 为什么不结婚呢 因为两个人一直都没有什么积蓄嘛 啊 因为我们两个家里都是农村的 啊 也不想给家里太大的压力啊 嗯 因为我们还不到三十嘛 还不到尔利之年 啊 我们想再奋斗两年 啊 别奋斗了 什么都有了 你们俩感情没了 三年前打算奋斗两年 两年之后 带别人回家了 有一次我看她手机的时候 一个女孩给她发信息 我问她是谁 她说 她说是那个她同事 她说那个秦婉设计同事 我刚给她发的碗 我睡了 那个她给人回一个啊 睡吧 我也睡了吧 然后 多正常啊就发个碗 发个碗就正常 你给人挑衣服 挑睡衣还是 还不是挑衣服 我给谁挑睡衣了 你买睡衣说 你叫我给你挑过吗 你有时间陪我吗 最近这12年 你还有时间在陪我吗 天天忙着这个忙着那个 然后 没有时间陪我 发个微信 很长时间在回我 眼睛女孩也发个微信 急忙拿手机就回过去了 我那不是 我也是你的睡衣 这个睡衣好看还是那个睡衣 你说我穿哪个好看 然后她给人一顿说 等她说了半天 也不让我看的是啥 等我看的时候 聊天记录都删了 这不是最可惜的 最可惜的是 她居然带那个女孩回家了 我们是聚餐 然后都喝了点酒嘛 然后她本来就在我那个棋盘室工作 然后都喝多了 她晚上说没地方住 我问她跟我去吧 然后就到我家了 很正常嘛 我就连一个 你在吗 我不在 哦 那你怎么知道的 她还是带她回的老家 回去跟她 跟她就是发小 属于同学发小 一起去玩去了 回去两天 去办事过去 那我没带你回去过 过来那两天 我都不知道 你不回家吗 那你为啥每次走之前 都找个借口 跟我吵一下 不回家呀 我什么时候跟你吵了 每次都是吵完架了 就不回家 然后就是下楼 下楼电话就不接了 半夜的时候 给她打电话 我睡觉了 那个 我不忙吗 我不忙吗 那你跟我说 你在棋盘室的时候 你在哪儿 你是跟那女孩在家吧 我不怕你多心吗 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吗 你等于是带着你那个同事 回了老家回了两天是吗 对 行 那个小伙子明确回答 几个问题好不好 好 心里还有她吗 有 还想娶她吗 想 能马上娶她吗 能 能啊 你回答的好牵强 嘿嘿 你想娶我吗 还是想娶她呀 你考虑好了吗 要娶谁 娶你 都到这个程度了 就是 你们在生活里 你都 在你的心里 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 就是说 你需要跟那个女孩 做比较了 有一次我让她 把那女孩删了 她说删了 然后 我就在同情记录里 又看见了 然后我就 背处上都有电话的 我就打过去了 我问那个女孩 我说你是谁 然后那个女孩说 我是谁就不用管了 那个 那个我说那你 我说的 我跟她续个宴 我说你俩是什么关系 我俩是什么关系 你可以问她去 这个 这个事你别问我 我也不可能跟你说 咱俩见不了面 完了那个 我问她 她也不说 就说是朋友 然后 然后说删了 然后又找着了 她也不给我解释 一直就是 那个你老实话 就是不放 怎么怎么地的 问题是我们两个 现在已经不联系了 不联系了什么概念 什么意义 你明白不 咱俩吵架有多久了 你俩联不联系 我知道吗 你会告诉我吗 以前就说不联系 第二年你断过联系吗 现在已经基本上不说话了 还在你那工作吗 不在了 就因为这个女孩 我已经不打算干这个棋牌室了 那为什么你跟她 就是个普通的这个同事关系 我怕她多心嘛 因为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同事关系 我就怕她多心 所以这个棋牌室 我已经不打算干了 那那个女孩 为什么对于这个棋牌室 这么重要呢 是你们要搭档演节目吗 还是什么呀 对 我扮演的那些嘛 我们两个都是 一起穿一样的衣服啊 然后 给顾客端茶倒水什么的 给人家送餐啊 那为演出搭档 女生这坎有点过不去是吧 对 闹矛盾有多久了 有快近一年就一位 这女生吵了好几次下了 说了两次分手了 就被这个女生啊 对 谁提出分手了 我 她什么意见呢 她不想分 不想分 你喜欢这老妹什么呀 爱她 你爱她什么 关注 关心我 平时我跟她怎么吵 怎么闹 从来不真正的去跟我生气 就是包容你呗 那你喜欢这脚子什么呀 我喜欢她 就是我俩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然后一起打拼到现在 她乍开始对我 是无为不适的关怀 就是每天回去 甚至连脚都给我洗 哦 就是现在完全找不到 日子变好了 对 情感变淡了 对 你觉得这个人变了是吧 对 至少对你变了对不对 就是她更多的耐心 我不知道她是给了谁 嗯 这个我这么问啊 我假设啊 我只是假设 就假设这小子 曾经这个心不在你这儿 人也不在你这儿 但是这事过去了 后来她发现还是你好 那不过是一场荒唐 你能原谅她吗 自动车被别人骑一圈送回来了呗 我不要了 不要了啊 好 姑娘的态度已经有了 你听明白了 好了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啊 一起进入秋笔特问卷 黄红兄 这是一个大悲剧啊 对 习中带累的 刚才确实让我们很乐 你嘴皮子也很溜 但有一点我们也看明白了 演戏演奏演奏 说好像有点演真了 您能坦荡的说 你和那个女的 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真的没发生过男女朋友那种 真的没有 但是您能理解她的心情吗 能 因为任何一个女性 她在感情问题上绝对是知识的 你也扪先自问一下 像你这样 开棋拍式的 又喜欢演 又这么能说 对很多女性是有吸引力的 你能做到藏在河边走就是不识闲吗 我们都是男人 我们有时候确实是 自己如果一旦把握不住的话 在感情问题上 有时候真进不去诱惑 所以这一点你女朋友说的没错 她对你也是一种提醒 另外我问一下你女朋友 她这么会说 你们平时这么交流吗 平时交流就很少吧 也就是刚才你说的两年当中 几乎你们两个人没什么交流 她当然说自己很忙 这就是一个问题的所在 不管是婚前的恋情 还是婚后的感情 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 就是相互之间经常交流 你们男朋友外面这么能说会到 到了家里以后 你感觉话在外面全部说完了 家里就没话说了 而且这个时候她内心的反差是很大的 她知道你很会说 到了我面前你就没话说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关键问题是 还是需要经常性的交流 就像你外面和人家这么交流 大家这么开心 如果你以在外面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 让大家这么开心 今天我们现场感觉很开心 现在感觉到很沉重了 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 和女朋友在家里经常这样交流的话 她会很开心 会更加的爱你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包包兄 徐总 的确 前半段听得很开心 但为什么不能笑到最后呢 就像很多的情侣 只能笑到最后 也会是有一个社会 对一个人的交流 对这个人的交流 也会说是一遍 对这个人的交流 他们也会比较好 对这个人的交流 对什么人 你真的有什么事 对这个人的交流 这是我的事 我先去跟他一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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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变得稍微安静一点 下面60秒 也许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也许是一段新情感历程的开启 好好把握它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可能这是我最后跟你说一分钟之内的话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求你了 就最后一次 行不行 我胆小 我不敢 我不敢再去尝试 对不起 我求你了 我不敢保证 我会像当初最开始一样 但是我敢保证 以后的路我会走好我的每一步 我希望你下一次在恋爱的时候 别再做这些事情 这是最想让女孩醒的事情 我容忍不了背叛 我求你了 就一次 我求你了 就一次 好 时间到 谢谢两位 请回 我看到这个女生表现的时候 我在想 其实在爱宝 站在这个角度的很多女生 应该学习她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是有底线的 我的分寸和尺寸是什么 哪怕最后我的选择 可能是再回来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至少要表明 我自己的底线是什么 你会发现在爱情当中 活得有自己 活得有尊严 赢取的恰恰是 最真实的那份情感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关注我们的节目 请大家关注 新浪娱乐 同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 同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现在请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大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大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 本期的节目内容 当你哄堂大笑过之后 你仔细体会 笑中泪水的时候 你会觉得 生活没有你想象的 那么清楚 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呢 请开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马上开始 请开门 来 谁还记得是谁 想说永远的爱我 我说了 生活还得继续 希望学会思考吧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 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以为结婚就是最好的归宿 结果现在才发现 婚姻成了我俩爱情的坟墓 没想到距离没了 门也没了 熬过一滴恋 却熬不过柴米油盐 如果我想要的你给不了 分开也许对你我都好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 28岁来自黑龙江 实业汽车修理 有请小李 女嘉宾小白 30岁投药来自黑龙江 有请小白 有请 小片里有人说 这个婚姻成了我们爱情的坟墓 你们结婚了吗 结婚了 结婚多久了 一年多 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三年多 谈了三年多 所以小片里的第二句话 也是我不清楚的 你是说我们熬过了异地恋 却熬不过柴米油盐 是吧 对 异地恋多少年 哪两个地方异地啊 因为以前我在俄罗斯工作 我在俄罗斯工作 七八年吧 因为我俩出的下三年 基本上我都在国外 今天来干嘛呀 今天感情上有点纠纷 想请各位老师 帮我们调解一下 怎么了 这一年多发生了什么呀 变成这样了 我俩结婚一年多嘛 结婚之前还好一些了 就是花钱什么 出去逛街啊 超市啊 都是一起花钱 但是结了婚之后 他就花钱越来越防着我 你指的防是指什么 就像我俩一起出超市啊 逛街啊 包括买菜 都是我在花钱 花钱花比都结了婚了吗 关键是我俩的钱 是各管各的 没活在一起 对 没放在一起 他的借口就是因为我有凶卡 因为出去大多数都是刷卡 这样的话有积分比较划算 不是 你总纠结这个问题 结婚了你总纠结 那两口子谁花不行呢 那买菜我买你买都不一样吗 那我花的多吧 像家里水电费也都是我在花 你花什么了 家里东西我没买过呀 家电 家电器啊 什么这些大价全我花 全我买啊 结婚之前是结婚的 对 摩托车也是你买的 摩托车这个事吧 我跟你商量过 因为吧 他不喜欢我买车 从那我买个车 他就跟我摸 因为这摩托车吧 因为一个男孩子比较喜欢摩托车 我跟他商量这个对我半娘了 他就不让我买 你说家里不是没有车给你开 干嘛非买摩托车呢 而且还是背着我买的 有一次他朋友打电话来接车 然后电话赶巧是我接的 他朋友就说接车用一下 我说那你来家里取吧 他说不是借你家里那个 我说奇怪 我说我家哪还有车呀 然后他说那个 你借你家那个摩托车 摩托车他买完之后就没往家骑过 就一直在单位放着 你平时总纠结 你怎么想想自己呢 我自己怎么了 你想想自己喝酒的事 有的时候吧 我都不好意思说 一个女孩子 你说哪有喝酒 哪有那么喝的 就是喝一顿酒 就是两三缸打点 三缸点 那证明我酒量好 我能喝 一顿也就行了 对不对 你说你喝都两缸 三缸白酒喝差不多 就回家就别喝了 他还不行 上歌厅喝 啤酒又喝一顿 除了歌厅又除了烧烤 又喝一顿 基本上就亮天了 你都跟什么人喝呀 就朋友嘛 男生女生都有 都这么能喝呀 差不多 哎呀 你们这酒量太好了 多大的缸啊 就是二两半三两的缸 酒两起 差不多 都这么能喝啊 一喝还喝连场 三顿以上起 吃完饭唱歌 唱歌出来累了 就找个地方吃烧烤 然后天就基本亮了 基本上半夜吧 大概一 一个月一回 一个月不超过十次吧 啥 你好像说不超过十次 那怎么了 本来就是不超过十次嘛 偶尔出去一下 我又不是天天喝 你说我一个作为一个男孩子 我也喝酒 我喝酒也没像你是那么喝呀 那我喝酒 你喝酒落下了吗 哪顿你少喝了 我前脚刚跟朋友出去玩去 你叫一大堆人回家去喝 喝得乱七八糟 不还是我熟悉吗 我在家找同事朋友在家 我做点菜 我喝点酒 我解解罚 我一天累掉 你那是解罚吗 解罚搂着人拍照 搂那么亲密 笑那么开心 就是一个同学聚会 在这个同学孩子那么大 同学聚会你咋不跟男生照呢 搂个女生照 那不就是喝点酒 还就你俩 又不是没有别的女生 偶尔就照照相嘛 跟你也认识 他对我这问题 当我们俩给我同学打个电话 这么是一下 你这给我整个以后 跟我们同学见面 都没法没办法说话了都 那我什么没办法说话 我就问一下嘛 那是你问一下 那怎么就你俩拍照 一大桌的同学 别人都不照 都没带手机 就你俩带了 我因为你在国外 我国外厂子我都不要 我回来跟你结婚 我满了都不做了 我因为你 你回来跟我结完婚 老同学照相 这个刚才吵得很极端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为你国外的买的 都不要了回来了 是吧 所以觉得特委屈是吗 挺委屈的 因为我下挺大的决心 我在国外八年 我自己 就是我是修车的嘛 本身 我在国外开个小修车厂 挺不容易的 挺难的 家里吧 确实也这么大了 老人什么也追着结婚什么 我先回来吧 我就回跟他结婚 结完婚他可好 我没想到 就是以前结婚嘛 说喝点酒啊 我说怎么的 我没发现 之前上过一段时间班 上过一段时间班 别提你上班了 你说我在我家亲戚 给他介绍一个单位啊 一个饭店吧 一个 他过去帮帮忙 他到那儿和好 没干什么 四天不五天呢 我刚快一个月 我刚快一个月了 车砸了 给车砸桌那周嘛 为什么呀 那不怪我那事 那个就是外边的客人嘛 他就是为了省了几块钱 停车费 他就把车停在饭店门口了 小院里 我就好心提醒嘛 然后那个司机就特别横 就骂我 然后就这样就吵起来了嘛 吵起来了之后 我就生气 把车就开了两脚 你生气 你咋不说你喝酒呢 我那算喝酒嘛 一杯啤酒算喝酒嘛 你不喝酒能那样吗 你喝酒跟不喝酒 就两个样 我怎么两个样了 再说我那天根本就不算喝酒 就你这种状态 成天给我磨叶要孩子 我要孩子怎么了 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干嘛没做好准备啊 你们俩还准备要孩子啊 我是想要 因为我毕竟年纪大了嘛 我三十岁了 我现在要要的话 就算大龄产妇了 然后一提要孩子 他就说钱的问题 要不再不是说出国 现在就想出国 我肯定考虑出国呀 那你既然想出国 你当时回来跟我结婚干嘛呀 我回来跟你结婚 怎么结完婚 咱俩就不能一起出国吗 我怎么能一起跟你出国呢 那在国外养孩子 怎么就不可能呢 那我现在在家 就是现在挣得少点 你一天都挑三拣四 那我不行 我出国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 以后孩子有孩子 咱们不得有点继续吗 你光说为这家 那别人家的孩子都怎么样的 你成天就纠结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你成天就没关系这件事 再说你出国你让人放心吗 我怎么不让你 你自己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啊 我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 你做过什么事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是有一次 他从国外回来办签证 大概就待那么几天 然后那天就 我家里有事我就回家了 就那一天没在家 第二天回来 他冲早的时候电话响了 平时我从来不看他电话 然后响我也就瞅了一眼 结果就一个女生头像 给他回复信息 就挺长的 然后就点个卡了 就说什么没有 有什么在哪儿哪儿的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聊天内容 是头一天晚上家的附近人 一个女的 他上来他就问人家 第一句话问你在哪儿啊 哪个附近人呢 那不就是一个楼下超市大姐吗 四十来岁了 你四十来岁 你说我跟他正常聊个天 我就是以后就楼下超市嘛 那就是正常聊个微信楼下超市 因为我家楼下超市大姐 我总去买东西 你得多寂寞呀 连楼下超市的大姐你都聊啊 不是你大姐就算了 上来第一句话问人在哪儿啊 干嘛呢 然后你有老公吗 第二句问人老公 有老公吗 我就习惯人老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就正常问一嘴 再说超市你也看见了 非常非得证实一下 我证实有什么 我叫你去吗 你看见了 我俩能咋的 那他是岁数大 岁数小呢 岁数小能咋的 那谁知道呢 准备再回俄罗斯再开店 对吧 有这个想法 但是他一直不同意 那还去吗 我一想让他慢慢给这酒敬 如果他找个动作 正常两个人生活钱那方面呢 能过得去 我俄罗斯可以考虑不去 这个既然这个出国那么挣钱 那你那八年的钱都去哪了 那我在哈尔滨买房子 买车 等于嫁给他的时候 人家是有房有车是吧 你当时喜欢你老公什么呀 就嫁给他了 就是挺身干的吧 能赚钱啊 因为他那时候就很少出去玩 就是在国外打工 回来之后 因为我俩见面机会少嘛 就陪我 然后哪都不去 也不找朋友什么的 怎么个想法呀 不过了 我今天我就想要他个准化 到底出不出国 他说总是让我出国 我肯定不会跟他去的 你一定不会出国跟他闯事业 我绝对不会去的 为啥呀 你嫁给他了吗 两个人一起出国 那我现在你说我在家 我挣得少 他一天天挑三拣四的 然后我出国 我语言不同 我肯定不能去工作吧 那更理直气壮说我了 再说 我要出去了 我家父母还没有人照顾 我也不放心 啊 听明白了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根卷 何黄兄 我是个文字工作的 我还第一次听说 一个月次时多次大酒叫偶尔 特别是一个女性 这么喜欢喝酒 你也不怕危险 你现在也是为人妻了 我认为这个酒呢 确实是要自己控制一下 你口口声声说要孩子 按照你这样的喝酒的量 喝酒的频繁次数 怎么要孩子 即便你现在要孩子 也会害孩子 不管有什么原因 你都需要在这个问题上 去改进 你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 为了爱情人回来 说明你真心是爱这个女人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从内心而言 你想要孩子吧 我想 只不过你认为 现在经济状况不好 妻子又经常喝酒 你很矛盾 对 而已 你呢 有一个事情做得非常不好 你的那一个所谓的 家庭财产的这样的习惯 家里买东西 也都要妻子买单 这一点 好像男人有时候 还是要大度大气一点 特别是你在外面 买一个摩托车 也算是高档交通工具 你怎么能可以 不告诉妻子呢 所以这一点 你有知情权 这一点我支持你 但有一点 他非常坦诚 你说 一说到孩子 他想出国 他是为这个家 如果说他抛下你 自己一个人 又出国去工作了 那出国可能就代表着出轨 但是他是带着你去啊 他愿意和你两个人 一起到国外去生活 去打拼 认为那个地方 可能赚钱容易一点 是这样想吧 对对对 如果这个时候 到国外去两个人打拼 而且他有八年的基础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好 谢谢 谢谢包红秋 许总 一滴恋期间的感情甜蜜 还是结婚之后 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感情甜蜜 一滴恋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他回来了 你却往外跑了 交流的时间太少了 刚才川问你说 你看着他什么了 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 能挣钱 但他是能挣钱 给你了吗 没有 对啊 其实你最缺的就是一种安全感 你不知道他有多少钱现在 不知道 怎么会突然蹦出一个摩托车来呢 对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 所以你对他一点都不了解现在 可以这么说 住在一起了还不如异地恋那会儿的了解 有聊过吗 聊聊呗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也没怎么想 其实我就考 我就垫着这个家 垫着这个家 其实这家很简单 就你们两个人嘛 对 垫着自己还垫着他 因为他一门想要孩子嘛 我就总感觉就是继续不够 够与不够 什么样的日子都能过 但你到底有多少钱 他都不知道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女人还值得你爱 对他还有感情的话 敞开自己所有他觉得不了解的事情 如果真是要喝酒的话 你们一起喝 喝酒的时候聊天 可能聊得会更开 可惜你们都是选择跟别人喝酒 所以给你们建议吧 你不要去喝酒了 有那个时间精力花在你老公身上 你呢 不用叫朋友来家里 家里有一个陪你聊天的人 你跟他真是没有预言了的话 你的感情也要走到尽头 聊开了心中的结 之后再考虑要不要小孩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杜老师 房子写的是谁的名字 他的名字 我就知道 怎么不加上你的名 结婚之前他自己买的 哎呀 莎士比亚说得好啊 因为不了解而结合 因为了解而分手 口口声声多 都是为了这个家 但这个家里面还剩下点什么呢 你看啊 你们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在钱上面是互相防着对方 在感情上是彼此保留 在未来的憧憬上 是并不 啊 我肯定已有这些人 对方 可能 嗯 对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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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